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世界银行警告 亚洲面临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前景 世界银行在房地产危机中 削减了中国2024年的增长 黄金周为中国受打击的消费股带来了希望 支持祖国并节约 困难家庭选择国产产品 世界银行下调东亚增长预期 因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世界银行警告 亚洲面临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前景 金融时报 世界银行已将其对2024年中国增长的预测 修正为4.4% 较4月份预测的4.8%有所下调 该银行还将其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下调至4.5% 这些预测表明该地区将迎来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 该银行指出中国经济的弱势指标包括零售销售下降 房价停滞 家庭债务增加和私营部门投资之后 他警告称 如果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服务业改革 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 世界银行在房地产危机中削减了中国2024年的增长 日经亚洲 世界银行下调了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测 原因是该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可能引发的增长冲击 中国2024年的GDP增长预测从4.8%下调至4.4% 而整个地区的预测也从4.8%下调至4.5% 该银行警告称 中国增长率下降1%与地区扩张率下降0.3个百分点相关 报告还指出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通过双边贸易和金融流动影响了地区经济 黄金周为中国受打击的消费股带来了希望 南华早报 预计中国消费股将受到10月黄金周假期的推动 预计旅游和休闲活动将激增 中国大陆铁路管理局预测 本地游客在这个为期8天的假期中将进行1.91次旅行 比2019年增长38% 中国最大的在线旅行社协程集团的数据显示 初进旅行预定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20倍 国内旅行预定量增长了4倍以上 黄金周期间旅游业的表现被视为中国消费活动的晴雨表 而今年消费活动有所下降 支持祖国并节约 困难家庭选择国产产品 南华早报 随着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国内品牌 作为廉价替代品 国内化妆品服装和家电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在增加 自疫情爆发以来 消费者心心疲软一直是北京面临的挑战 2020年消费仅占GDP增长的32.8% 较2019年的54.5%有所下降 然而由于当前的经济形势 中国消费者在非必需品上仍然谨慎消费 有25%的人表示更倾向于购买国内品牌 世界银行下调东亚增长预期 因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彭博社 世界银行预测 由于财政紧缩和全球环境疲软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放缓 该报告估计2023年和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将分别为5%和4.5% 低于先前的预测分别为5.1%和4.8% 中国是这一增长放缓的重要因素 其增长预计将从先前的4.8%下降至4.4% 报告还指出 中国增长率的每降低1% 将导致该地区增长率下降0.3% 除中国外 该地区预计将在2024年实现稍快的增长 这得益于全球经济状况的改善 和对制造品和大宗商品的外国需求增加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自然灾害被列为潜在的风险因素 前卵银高管成立稳定币以规避高通胀 彭博社 前卵银高管Axene Heater正在阿布扎比 推出一家名为DTR的新公司 该公司将专注于稳定币技术 DTR与总部位于香港的Dram Trust合作 创建了以阿联酋迪拉姆支持的Dram B Ne Heater认为 稳定币在通胀率高的国家将特别受欢迎 为Swift系统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团队计划在去中心化交易所上推出Dram B B有可能在未来与中心化交易所合作 Ne Heater认为 阿联酋在不断发展的金融体系中是一个关键角色 并相信迪拉姆将发挥重要作用 朝鲜足球队在输给日本后与裁判发生冲突 日本时报 朝鲜足球队教练辛勇南 在亚洲运动会四分之一决赛输给日本后 为他的球员辩护 他们与比赛官员发生冲突 比赛结束后 队长和一名队友对裁判进行了抗议 导致场上发生了对峙 教练跑到球员身边试图缓解局势 东南亚的送货员在庞大的零工经济中收益微薄 南华早报 批评者表示 东南亚的零工经济为数百万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但也引发了竞争下行的问题 他们认为 低工资 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缺乏福利 意味着零工工人正受到剥削 而每天派遣他们出去的应用背后的公司 却变得富有起来 预计到2028年 越南的打车行业价值将达到26.1亿美元 而泰国的预计将达到46亿美元 然而 许多司机对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感到不满 因为他们没有雇佣保护 必须承担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风险 他们的收入通常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并且没有获得雇主缴纳社会保障 年假或加班工资等福利 Deliveroo Grab和Gojek都提供事故保险 但越南的零工工人的全面数据并不存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您的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一如既往的为您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 今天的新闻焦点是关于亚洲经济前景的警告 中国消费活动的变化 以及一些有关稳定币和体育的消息 首先 世界银行发出了对亚洲经济前景的警告 他们预测 亚洲地区将面临半个世纪以来 最糟糕的经济增长前景 世界银行指出 中国经济的弱势指标包括零售销售下降 房价停滞 家庭债务增加和私营部门投资之后 他们还警告说 如果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服务业改革 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 这给亚洲地区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影响 世界银行将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 经济体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 在中国 黄金周未受打击的消费股带来了希望 预计中国消费股将受到10月黄金周假期的推动 预计旅游和休闲活动将激增 这一情况被视为中国消费活动的晴雨表 并且今年的消费活动有所下降 此外 随着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国内品牌 作为廉价替代品 国内化妆品 服装和家电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在增加 这反映了中国消费者在经济形势下仍然谨慎消费的现状 此外 前卵银高管Akshay Nahit正在推出一家名为DTR的新公司 该公司将专注于稳定币技术 稳定币在通胀率高的国家将特别受欢迎 为Swift系统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Nahit计划在去中心化交易所上推出Dram B 并有可能在未来与中心化交易所合作 这显示了对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体育的消息 朝鲜足球队在亚洲运动会四分之一决赛输给日本后 与裁判发生了冲突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体育精神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以和平和合作的方式处理竞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深入分析 现在轮到你了 亲爱的观众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想法 请随时提问和讨论 我们期待与你进一步的交流 谢谢收看 我是您的六博士 祝大家生活愉快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